哈哈哈哈哈 大家好 欢迎回来梦向编辑部 肖声梦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用许珊 另外我们的新西兰 易德台阳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再多谢大家的支持 国际线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一事无成 这个绝对是,你国际线搞了什么? 线人有份? 他们线人就多了,其实现在来说 究竟是不是英国政府线他们呢? 所以跟他们那班人说的就是一套 但做的就是另一套 我们早前也看到了,英国政府方面 对于许正宇来到英国又有什么论坛 叫他们去谈谈,接待也相当不错 正常,你始终都是政府官员,还有高官 当然有那么多招呼才行 我不认为英国方面有什么问题 对于抗争者来说是相当大问题 甚至乎带上契前去,当众做难路 即是想阻止那辆车离开 要跟许正宇说几句 说什么,大家都是香港人 这就是一件事 这些比较上是行为,比较怪异的 即是自己都是申请庇护 或者BNO Girl 不知什么 总之自己都没有什么人生目标 就是为了继续抗争 另一类是比较有名有姓的国际线 例如罗冠聪、郑文杰等 如是者,他们刚刚612的四周年才说完 要跟英国政府方面有四大诉求 这是罗冠聪在伦敦的集会说的 这些诉求未见成效之前 竟然看到新近又被人摔倒下去了 是吗?这么惨?什么事呢? 话说现在他们还未说很大声 反而英国的跨党派国会议员和上议院的议员 就给了一封信 就说有没有搞错 为什么有英国的智库组织 会邀请东国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 接下来这个星期会有访英的行程 还会这些智库邀请他来做主港的嘉宾 这样吗?对部分人来说一定很不高兴 但是能阻止吗?不能阻止 给了一封信 申伟成是否要阻止他 或者重新考虑 是否应该让刘建超来发表演讲 有没有搞错? 那个主题是什么呢? 就着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关系 这方面就讲一些演讲 可能大家不太知道刘建超是哪一位 他曾经做过中纪委国际合作局局长 亦是国家预防腐败局的副局长 当然他主导过相当多的中国公民在海外 包括英国也好 或者其他不同的地方 因为这些人可能曾经做过贪污 或者其他不同的涂税 或者其他不同的东西 所以就要将他们遣返回去内地再接受一些审讯 对于这方面的事情 他们又说是什么享行遣返 又说到很夸张 甚至乎这些是假的打贪 其实只不过想捉回一些异见人士回到内地 他们很搞笑 甚至乎说过在海外 有不同的地方 本来看上去就像一间餐厅 但是实际上就说这些是内地的海外警署 这种说法 较早前是在世界各地都唱得很行的 事实上又是什么警署呢 其实就不是的 主要是提供一些可以帮助同乡的一些地方的事务上 就是方便一些村民 譬如要拿一些证件之类的 你可以跟那些办事处来帮忙 但是就被人描盔成 说这是秘密警察的警局 这样也可以 神经病 甚至乎说到很夸张 就说向他们施压 要挟他们回国受审 有很多不同的外交风波 所以觉得刘建超是不应该让他来到英国 还要让他发表演说 有没有搞错 现在夸张得如何 我们看到《卫报》的报道 甚至乎说 现在对于这些曾经 甚至乎被强行遣返海外受害者 甚至乎我们的家属一起研究 就说好不好 向西闻地方法院的法官提出 要把刘建超拘捕他 为什么 因为他这些脅迫 或者恐吓 等这些都不是贪污 不是这些什么人 就要强行遣返他们 这些簡直就是国际罪行 哇 非常厉害 不要笑死人 是不是 你们自己犯罪而已 其实应该要遣返我们的部分人 我觉得 我说到很夸张 就是说强制遣返 又说被迫 又说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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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他是国际罪行 如果这样的话 当时的遣返 或者其他刚才提到的罪行等等 等于在海外相关的国家 是协助或者间接地 共谋这些国际罪行 你不谈责他 你不拘捕他 你不是瘋 然后还搞笑 报道说到 所谓的夸党派的议员 和其他人 在这封信里 怎么说呢 对于刘建超来到英国 做这些访问 这些发言 觉得相当震惊 还在侧问 为何刘建超这些人 是怎样得到这个签证 英国方面会批准给他来 接着那些国际线 做跟美狗 之后又再出声 例如那个什么东西 滑鼠娘娘 之前热狗那边的朋友 是 有没有搞错 英国竟然邀请了一个 劝反罪犯的中国官员 是否想释出一个讯号 他们的行为是没有问题 有没有考虑过 我们香港人 有没有考虑过 维吾尔人 西藏人 中国异见人士 他们怎么想 接着再说下去 就是说到 英国国会仍然有议员 被中国制裁 英国政府这样还请他来 要见他 甚至乎安排他见国会议员 有没有搞错 再说下去就是 刚才台湾说到的 已经澄清了 不是什么海外警局的警局 是没有这样的回事 他们还在说 这些都未处理好 这些所谓的神秘警局 什么未处理好 他说说什么 现在还有人说什么 神秘警局这件事 没有了 很多都说已经不再处理了 那些都不是什么警局 其实是被人冤枉的 被人唱衰的 现在还拿这件事来 当是什么 抵赖吗 这个得淡笑 较早前 新卫城对于这些 所谓的内地海外警局 他怎么说呢 他说处理了 没有了 最多就要看看有什么事情 发生 他类似都是这样的说法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外相 还说下个月 会有可能到中国做一个外访 你们最近又说要联署 又说要阻止 又说这样 又说那样 又说那样 又说到时候去到的话 又要说些什么 没有人听你们说 说到底 现在这个智库 王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会不会在演说的途中 看到警察进来 把刘建超拘捕 应该就不会了 没有人会听你们说的 不会的 傻的吗 没有那么疯狂的说话 那么疯狂的行为 要求英国政府要听你的嘴 没有什么 对 其实在你们这些抗争的人面前 说的就是一套 但实际做的就是另一套 其实只不过 借你们这一班 好像很悲惨 流亡 又说什么 为香港争取民主自由 看到你们这些 好像乞丐的时候 就走过来 好像很有同情心 扔钱给你们 对着乞丐 其实你离开了这些乞丐 视线的范围之后 就做回你自己本身要做的事 听到好像张坚庭 要跟乞丐做朋友 记得吗 是 他之前是这样说过 但不知道他的朋友现在怎样 我见他 最近张坚庭 好像在英国 或什么花园开草地派对的时候 我都不见乞丐 没有啊 懂得做什么朋友 你的乞丐朋友 不知道他去哪 应该叫乞丐朋友 乞丐在街上流利浪荡 你铺子在草地上 都是在街头 只不过是公园 都是在野外的地方 就可以聚餐 乞丐在街边 又没有食物 为什么你不叫他来 一起 他都是坐在地上 坐在草地又是地上 坐在马路边 马路边又是地上 为什么你不叫他来吃呢 真的没有心 总当是朋友 你真是这样 你当朋友是什么 真是惨 真是离谱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中英关系 可以从这些一点一滴去改善 虽然有你们这些 什么逃犯 通缉犯 搞事 搞事 或者你们都是视线范围以外 你们再吵 吵极 那个阶级观念来说 你们都是逃犯 通缉犯 流亡 都是上不了大桌 Come on 所以 给你们去什么会议 有些什么讲座 给你们做嘉宾 人家都是看猴子 老实说 就是了 好了 这些笑料 暂时讲到这里 希望 我们再看看 刘健超 有什么发表 好 我们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